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娘 我問你喔 結婚到現在住在一起 感覺開心嗎 我覺得好開心喔 兩個人住在一起這樣的感覺 哪裡讓妳覺得這麼開心啊 就是因為你看 我每天都好期待 就是我老婆回來的時候 把我們家 然後我再幫她們一個一個關好 然後她把那每一包零食 都這樣打開喔 然後我再一個就把她們吃完 然後時間到了 我就去接我老婆好開心喔 然後半夜回來還要幫她買宵夜喔 然後早上她會用腳踢踢我 我就起來買早餐囉 好開心喔 開心 離婚 我覺得妳好強言歡笑喔 我好羨慕妳 為什麼那麼開心耶 對啊 這個就是 我們住在一起最開心的是 我好開心 加比 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怎麼會是這個壓力 住在一起好甜蜜 對啊 這樣子是不行的 對嘛 你什麼時候會去精神病院呢 我都在吃這個藥妳知道啊 你最近比較容易爆炸 不是 尤其是最後一場的時候 因為 等一下要回家了 可是現在就退不開了 一想到回家買宵夜要關燈了 對…好開心 好期待喔 好了 看到主題了嗎 可以 我們可以介紹特別來賓了嗎 是的 那你講到了 住在一起有壓力嘛 我們就請到了 住在一起他們壓力特別大喔 一年瞬間老了10歲喔 歡迎我們女人團的代表 老實在是誰老實在 對啊 誰老實在 我們現在才十九 唯明哥 唯明啦 今天看到你們三個名字壓力大 沒有辦法進棚 現在工作人員在外面跟他勾斷 但是其實他已經來了 我們沒有看見 這麼少資格的一位老前輩 看到王思家你們的名字 不敢進棚 怎麼可能啊 我們有那麼可怕 對啊 不好說 介紹一些剩下的喔 不要說呢 只有女人有壓力喔 今天我們的新男要講 他們有多麼的委屈 歡迎聯合國新男 Yeah 前到農時總希望 分分秒秒在一起 但等到真的住在一起 才發現禁食噩夢的開始 艾瑞森控訴女友泰藍 杜莉則是差點被女友熱死 到底住在一起的壓力有多大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二可 妳是唯一現場 結了婚又剩下三個的 我是 好 我會造成另外一班壓力 是妳給他壓力喔 但是我會把他自己做好 做到他看的時候 他會想要跟進 妳會給他什麼樣的壓力 就像我們可能11月初要搬家 然後我大概在8月 只有妳搬對不對 一騎一 全家 OK… 然後我大概在 在8月底的時候 就開始聯絡搬家公司 然後8月 11月份要 8月就在整理 你自己走了吧 因為我會想要 鬼月也比較便宜在 在 因為我會想到很多事情啊 就是妳很煩耶 妳好想喔 妳是不是真的因為要錄到最後一集 妳也想要會回家了對不對 然後妳有點壓力太大 妳就很期待 妳想趕快去這樣子 好 那我講快一點 不然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讓妳先下班 妳去 妳先走嗎 我讓房子也要坐這個位置 誰可以說好嗎 然後我就大概從8月底的時候 開始聯絡搬家公司 然後9月初的時候開始打包 那我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像主臥室差不多大小 然後就開始堆紙箱 到現在 現在9月中 9月10號嘛對不對 是 對 然後我大概已經把家裡面的 3分之2都已經裝箱了 那請問妳們剩下的 妳還要住兩個月 是要用些什麼東西呢 白吉聖不會每天都裸體吧 衣服都被裝箱 請問一下妳都先打包 什麼樣類的東西啊 就是可能除 把妳自己包起來好不好 好厲害 不行 我要生小孩 再來就是怎麼餐盤啊 所以妳們現在師範都是塑膠碗盤 盤子會先把不太會用到的 先放起來 不太會用到的 就是丟掉就好嘛 不行啦 還是要搬到新家去用啊 然後會有很多 請問一下這個照片裡面 是妳已經打包好的那個東西嗎 下部是已經打包好 然後上部有些 上部有些是空的直加 那個很像大潤發的倉儲 妳知道嗎 但是我都完全知道在哪個地方 而且我會把每一個細節 都寫得非常清楚 例如說廚房 然後是保鮮盒類 然後或者是我的衣服 厚的冬天穿 老公的內褲 妳什麼時候有厚 我們家一家 對耶 女人家不是剛班 妳要整理吧 我們家已經整理大概90%了 現在只剩一些東西要 妳不是已經發很久了嗎 小可她就是閒不住 我沒有要選里長 而且妳知道嗎 我最喜歡這種人 因為她有強迫症 強迫症你看 每一箱紙箱的方方便便都要 我一定要層層對齊 而且 其實廚房要用藍的 老公用綠的 我用粉紅色 小朋友用水藍色 然後我的妹妹用紅色 工作人員終於說服維銘哥進來了 不可能 維銘哥 維銘哥看到王思佳 徐小可就不進來了 維銘哥 來了... 是因為今天要搬得比較帥 所以比較晚來嗎 大家晚安 為什麼 今天就有點像戰地大哥 你是不是先來了之後 發現所有的行男都太帥 所以你回去換衣服 還是你剛從CEO meeting下班的 不是 各位行男都了解我的苦衷 只要有女人搬進來呢 是張地耶 你門口連站的地方都沒有 各位朋友我告訴你 你為了一個那好問題 曉得為什麼這麼晚才來到這裡 因為是有原因的 那個原因就是主題 這個主題是很有趣 各國的行男們在這裡啊 咱們繼續的談下去 這個話題 那我再收個尾 那我再收個尾 謝謝你 那你為什麼要穿 維銘哥 竟然穿得這麼帥 為什麼不洗頭啊 什麼叫不洗頭 這是特別設施 換換髮辣來的 對 特別設施完的 什麼東西都壓力很大 比方說女生進來 還沒進來前 其實我們男生的房子 都是簡簡單單的樣子的屋 對 女生只要搬進來以後 門口 就變成鞋櫃了 全部都是她的鞋子喔 對不對 對 滿滿的鞋子 我們連要找裝 拖鞋都找不到 對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客廳本來是我們招待朋友 對 喝醉了稍微休息一下的地方 是 女人搬進來以後 客廳的椅背 就會慢慢變成他們的 一直開始放 然後 男生的浴室 本來是簡潔乾淨 快速速結 對不對 乾乾淨淨 女生一搬進來以後 就變成 為什麼跟我們家好像喔 李先生搬進來之後 我們家就像你們講的那樣子 就說你們家李先生是女生啊 你們是不一樣的啊 不好意思 我收到你的痛苦了 但我覺得女生是 幫男生增加人氣耶 因為你們就在家裡面都空空的啊 有一點多 妳增加三個 是增加人氣 因為你們家都空空的 對 妳們真的不能再有空 就生孩子了啊 太誇張了 有一點多 對 然後像我們家以前 妳也不回家啊 我們兩個也是差不多 怕回家的 我沒有喔 沒有啦 因為以前看報紙的時候 男生最常就是看報紙 不管你看到哪一頁 好 例如說體育版好了 他就是看完之後 他抽出他自己愛的體育版 然後看完之後呢 因為有正反面嘛 正面跟正面不是在一起的啊 所以摺起來的時候 就一定會是這樣 皺皺的 然後又有什麼關係 在我家 絕不允許 真的嗎 變魔術喔 然後還可以倒水 我一定會把它 報紙還不會濕 妳講太多 我就一定要把它放回去 我跟你講 在我們家 為什麼 去看電子版就好啦 妳有幽默多髒啊 我覺得我有潔癖 但是我沒有辦法 忍受有強迫症的人 因為強迫症會把身邊的人逼疯 像小可他好一點 他是他會自己做 他就不會去念別人 可是我遇到的是 他很愛念 他又要逼你做 你做完之後他又不滿意 他又要整套打掉 然後自己再重來 那你就覺得說 那這樣到底要怎麼辦 就譬如說像剛剛這個看報紙好了 我已經知道可能他 可能要折這個角度 然後我就把它這樣放好 然後他一定都要貼邊 然後每一個 就是譬如說這個報紙 要放在桌子的正中央 左邊跟右邊的正中間 不能往右邊或往左邊 他已經就是強迫到這個地步 然後所以你要把這角度轉好之後 然後你放著 只要不是他自己放的 他經過他就會說 電視的遙控器 你剛剛有用對不對 你剛剛是不是看過電視 你有沒有坐過那個沙發 我沒有 我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好像 好像你住在博物館 或者是那個展示 敬愛現場 不是 反正就是你經過 任何一個地方 他就會跟在你後面 然後說 你剛剛是不是去過廚房 你剛剛是不是有煮過東西 反正你只要經過 他就會一直追一直問 然後在家裡面 這就算了 我們出國 大家出去玩 不就是解放嗎 你一定就是 想要穿的衣服 拿個三件出來 然後放在床上 不可以 任何東西拿出來 都要有原因 不能說只是 我今天想一想要不要穿 連我去洗個洗澡出來之後 我還清理那個浴室喔 然後我想說把那浴巾掛好 因為怕又被念 你知道嗎 我一走出來 他立刻走去檢查 他就這樣看 然後轉身就說 我說不是 就是水而已啊 你洗完一定會有水啊 他就這樣看 他說 沒有 你那個沐浴乳 跟洗髮精的罐子 這個logo 那個logo要轉回來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但是很妙的 沐浴乳害羞不行嗎 不可能 不是 你洗澡的時候 你會按那個鴨頭而已 為什麼沐浴乳的logo會轉 不是 因為你有拿下洗啊 因為它是一瓶一瓶的 然後你拿下洗 洗完之後 我跟你講 講真的 還有把蓋子蓋回去 就已經不錯了 算有公德性的了 我還把它蓋回去 然後放著喔 他說不行 你要全部轉回來正面 有有有 我也碰過這種男生就是 好可怕喔 上他的車 我們都是男生 比方說小梁哥 我上他的車 我一定先問 車上那邊抽菸啊 他說可以的話 我們今天就點了嘛 男生會講 我有一個朋友講 我一上他車我說 車好乾淨喔 能不能抽菸啊 他很大方 可以啊 然後我就菸點起來 我菸一點起來 他就 嗯 四個窗子包括天窗一起 嗯 打開了 然後我 因為冬天嘛 因為是冬天嘛 我在想說 超人 超人 好不好 人家中通風 我們就尊重人家 這是人家的車嘛 繼續抽 然後抽一抽 然後偶爾你就 欸 煙灰缸在哪兒 煙灰缸 那煙灰缸就 油壓就跑出來 哇賽 那車不是新的 但煙灰缸好新啊 所以根本沒有抽 對 煙灰缸好新 然後我想說 男生我想說管你的 我就直接彈進去嘛 對 然後彈進去 偶爾有的煙灰會跑出來有沒有 對 跑出來他立刻這樣 他開開這樣 就 我知道世界上有的男生真的會這樣 真的 對 好可怕 太忙了吧 壓力大到這種程度 太尊重倫理輩分也不行 對啊 是不是 他到底有什麼事不能接受的 因為如果你去豪斯東買 一大堆漢堡肉 你不可能是一餐把它吃完 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它 你不可能嗎 其實賣漢堡肉 不可能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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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買這種塑膠袋 我就會買這種塑膠袋 假鏈袋 對 然後待會兒加的時候 我會把它分成 比如說六個不同餐 然後這個可能 對 切一些洋蔥 把它放進去 一些香料 然後給它撞起來 放在冷凍裡面 這樣子如果要煮TACO或什麼 我就把它拿出來 很快 很快 對 有便宜也可以省錢 這個是OK的 然後我跟我女朋友說 他說我想要煮東西給你吃 我說好開心 好開心 然後我就說可以可以 而且你可以用我 那個冷凍裡面的一些肉 看你要用什麼都可以 他說好啊 然後我一回家 維銘哥我超開心的 東西已經煮好 家裡都很香 然後我想說 Yeah 終於可以吃飯 我開始吃完飯 我進去我的廚房 我發現 他把我所有的袋子全部都丟掉 蛤 What 對啊 然後說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 他說 因為這個是用過 就是要丟掉 然後說 這個是不行的 因為我每次賣 就是你用完 你把那個肉拿出來 你就給它洗一洗啊 這樣子 然後就是 這個是故意放肉的 然後下次我可以再用 因為 我跟你講 對我們世界好一點 對不對 要環保 對啊 就是這樣子 就是OK的 但是他有一個壞習慣 他就覺得一個東西 用一次 就是要丟掉 他把所有東西 都當保險套了 我剛才要講幾句話 這個意思 舞陽呢 我是無法接受 不洗碗跟不洗杯子 不洗碗 不洗碗 不洗杯子 為什麼要不洗碗 一個好習慣對不對 你吃東西 你喝東西 你最少是有時間 可以去洗吧 可是我有遇到 是哪些女生是完全不洗 就把整東西丟在那裡 而我覺得最高 整個人是要堆到整個滿的 然後他要一次洗 對 或者是沒有盤子 沒有筷子用的時候 然後他才要洗 而且他只是那一雙筷子 他要用的 其他他還放著 對 然後我覺得 最誇張的事情是什麼 是我有時候會煮飯吧 為了我晚一點回家 是可以自己吃 結果回家 要吃我已經煮好的飯 他都被 好 沒關係 要再煮一次 全部都髒了 也就是說他 他都不把東西洗好 然後我覺得這次 我無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等一下 他把你吃的東西吃掉 是的 犯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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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有